来关心神韵艺术团全球演出的最新消息 1月9号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带着全新的节目 再次来到纽约林肯中心 星期五晚间的首场演出爆满 观众们赞叹神韵的精神 如果能在全世界分享 包括中国 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像创世时一样美好 在林肯中心的大卫扣克剧场气氛热烈 观众沉浸在神韵展现的奇妙世界中 曾经在IBM和M&E做全球市场顾问的Linda Moss 赞叹神韵绝不仅仅是一场演出 而是对神的欢歌 它感到舞台上的呈现完全把观众带入其中 与演员在一同呼吸 一同舞蹈 Linda Moss看到在中国古典舞中存在了几千年的元素 对世界各地艺术形式的影响 它真的融合在我认为是促习 和芭蕾 和琢瓣 和琢瓣 神韵艺术团乐团的现场演奏 让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乐器的美妙 谈到中场节目 法政人间所表现的神的复兴 Linda Moss认为 这一切正在展现 我觉得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现在已经在世界上 希望如果这种精神都可以在世界上 包括中国 我们有机会在世界上改变了一样的世界 很多观众感到难以用语言准确描述出神韵的美好 和心中的感动 我觉得它是一个经验 比起来的经验 它是真的包含你 所以我只是要求他们来来 享受一个奇妙的经验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林肯中心将演出12场 一直到1月18号 新唐人记者蓝青 宋生化 纽约报导